Hello 大家好 我是边界小花 上期的小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 今天呢怎么就继续拿上放大劲 走进狂标 在杨健马涛犯罪行为半路后呢 有一段是两人想要联系走私传播偷渡出境 那关于杨健马涛易于偷渡出境的违法行为 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8条 组织他能偷越国边境的 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第321条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学习这些错误的行为 带着侥幸的心理实施犯罪 避免出现呢 出境不规范 性能两行内的情况 我可盯着你们呢 快要结尾的时候 高启兰想拿安心陪他一起 随着医院医疗队呢 出境考察 但安心呢 最终拒绝了他的好意 选择留下与黑恶势力对抗 那么高启兰出境需要哪些手续呢 可以看一下出境路径管理法第9条第11条 了解一下 中国公民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取得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 按照规定呢 取得前往国签证 或者其他路径许可证明 像出入境边防检察机关呢 交验本文的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 等出入境证件 旅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 那方可出境路径 好了 今天的移民管理小知识 狂飙2.0 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还发现 剧中有哪些法律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互动 我是编艺小花 了解更多移民管理小知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偷渡出境的违法性 有一段是两人想要联系 走私团传传伯 或者没收财产 侥幸的实施犯罪 我可盯着你们呢 这个这样可以吗 我们下期再见